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期节目我们将和国家黄金一集策略分析师秋末毁城来探讨一下 那主要是两个品种的分享 一个是黄金 一个是原油 接下来我们来一线秋末毁城 主持人好 我是秋末毁城 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国际黄金以及国际原油 那么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国际黄金的走势 在上周的走势当中 国际黄金从1358一线的高点位置直线杀跌 那么在周五的收官当中呢 收线是收到了1338一线 我们可以看到在日K当中 国际黄金呢是收成了非常强势的一根掉K 在当前的走势当中 上周五的走势无疑是给市场造成了不小的一个影响以及混乱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走势当中呢 市场的散户交投要注意的主要还是趋势 要分清楚波段趋势以及短线方面 那么今天周一我们还是从这三个方面来给大家去规划一下 黄金未来的短线 波段 中线和长期长线的一个走势 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按照大趋势的来划分 我们首先呢去关注一下黄金的长期趋势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那么在说到长期的一个趋势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黄金的周K 也就是黄金的随机指标 它是属于一个金叉向上 同时MACD的一个指标呢 也是从零轴的一个金叉动画向上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走势当中 我们可以判断在未来的几周 黄金仍然会保持一个多头向上的一个信号 其次最为主要的一个是 在月K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黄金 它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傲度回踩的一个信号 那么这样的一个信号就表明了黄金当前的一个收敛 是上攻的一个信号 也就是说在黄金的长期的一个趋势当中 周K和月K它是保持一个上涨的一个事态 那么有很多人可能会问到 那么当前那个基本面 以及这个数据方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强大的爆破点 去推动黄金的上涨 那么对于这一点的话来说 目前得知的就是全球宽松的一个信号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就是一个全球的一个范围内 它的一个地缘政治 以及一些边边角角的一些这个避险情绪 能否去触发带动黄金上涨 这是一个问号 那么从这两点来看 在未来的一个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 避险情绪 以及这个全球降息的一个背景之下 这可能是带动在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 带动黄金上涨的一个潜在的因素 那么技术走势图当中 当前给我们那个信号就是 在长期的走势当中 黄金是保持一个看涨的一个信号 那么在波段上面 我们要以日图为主 那么在日图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上周的黄金 它在K线形态上面 收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掉K 同时在1358附近 是形成了一个1356和1358这里 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 较为明显的一个双顶信号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双顶信号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在结合指标去判断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是什么 第一个在双顶当中 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指标 是处于一个下行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在日K的随机指标 它是处于一个顶背离下行的 第一次死差是在1345 第二次死差的一个顶背离 是在什么 1358 那么从这样的一个来看的话 日K的一个波段走势 可能是偏空震荡下行 震荡下行 那么有人这里就存在了一个疑问 那么震荡下行 它会跌到什么位置呢 这一点我们要通过MACD的判断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MACD 在当前的MACD这一块 我们可以看到MACD是处于什么 从零轴下方 金叉向上 那么从这一点它的一个走势来看 黄金短期内 它要暴跌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比较小的 那又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指标它没有走死 指标不同意 就说明是什么 行情偏向震荡 那么在这个支撑当中 我们可以画一下 在1320 1330 这方面都是构成了什么 短期的这个买盘支撑 连续四个 连续四个 四个位置 也就是说黄金如果要改变趋势的话 首先它的MACD指标要配合随机指标 也要死杀向下 那么如果没有配合 那么就不能断言多头趋势的结束 同时黄金还要去跌破 跌破之连续的支撑 以及把什么 均线系统的一个多头排列给它拉下去 那么这样才能确定什么 确定它空头的一个成立 否则它日图只是什么 只是在一个区间震荡 形成一个箱体 形成一个箱体 那么这个箱体呢 短期内我们是1358的一个箱体 1358 那么下方重要的一个支撑是什么 靠近1320 靠近1320 也就是说 在这样的一个区间之内 在这样的一个区间之内 黄金它主要还是 以箱体震荡为主 1350到1320 它是一个第一个区间 第一个区间 这是在波段上面 那么在短线方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短线呢 日内的短线 我们主要以四小时为主 在四小时图当中呢 我们主要看到是在1358附近 1358附近的一个开跌 那么随机指标 随机指标这一块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么在随机指标这块 这块已经是形成了死杀向下的 对吧 那么在上升的动能这块呢 这块是一个什么 顶背离 这块也是一样的一个顶背离 价格呢 在上升 但是指标再向下 这是属于一个顶背离型 在结构上面 这是属于一个上升的一个 上清的一个楔形结构 那么这样的一个楔形结构呢 后市也是看跌的 也是看跌的 那么分水岭 日内的强弱分水岭 是在1345到1348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如果黄金啊 没有没有这个足够的力度去突破1345到1348的话 那么后市再下来进行一个回踩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啊 所以日内的走势对于黄金而言呢 个人倾向啊 还是以逢高孤空为主 那么这是黄金一方面 那么对于日内而言呢 我们就暂时这样的去划分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国际原油这一块 那么对于国际原油这块呢 我们笔者想说的其实个人想说的其实并不多 因为呢国际原油呢 目前也是处于一个修正的一个状态啊 不管是在日K还是在四小时图当中呢 我们都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 国际原油这块暂时系呢 是形成了一个指标 在日K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 看到什么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号 第一个 它的一个指标是属于一个底背离的一个信号啊 价格走平 但是指标呢 非常明显的一个底背离啊 这就暗含了什么 暗示了一个原油即将是什么 反攻向上的一个信号 反攻向上的一个 反攻向上的一个第一个压力 在54.7这个位置啊 54.7这个位置 下面的支撑是50.5附近 那么中间的一个水平支撑是在52附近啊 52附近 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呢 原油可能会继续向上啊 继续向上 这是在日K这块 那么在四小时图当中 我们也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什么 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啊 当前那个原油走势图这一块 它在50.5附近这一块 是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支撑 那么均线下均线下移的第一个压力位置啊 就是在52.7 那么日内我们只要关注什么 只要关注这一块的这个均线系统 能不能够勾手向上啊 从这一点来看呢 从指标上来看 鼻子认为啊 个人认为 原油能够继续向上的一个概率非常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块它是属于什么 属于一个中继粘合向上的一个信号 那么中继粘合向上的一个信号 是必要破高的啊 必定破高的一个信号 记住了啊 从底叉啊 从底部金叉上来 说明原油是什么 要反弹向上 如果从中轴 形成一个粘合向上的话 那么这个走势破高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啊 走势破高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也就是说日内的走势从52.5附近啊 继续向上 测试54.7的这个走势概率是非常大的 所以呢 对于日内的原油来说 笔者建议是什么 原油保持扎多的一个信号啊 那么回撤的位置可以等到52附近 激近的可以选择在52.5和52这两位的分批去布局抓多 那么以上就是对于国际原油这块的一个看点啊 看点 这是日内的短线 那么对于中期来说啊 中期来说呢 原油的这一块呢 笔者是保持一个中期看涨的一个信号 为什么呢 因为在周K的下跌当中啊 以上所当前大家所看到的图呢 是周K下跌的 周K的一个图啊 当前呢 是属于周K下跌 空头暂时还没有止跌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指标呢 是逐步的运行到什么 运行到了一个超卖的一个区间 那么在这个区间呢 原油即将是什么 即将是形成一个底部 即将是形成一个底部 一个信号 那么整体呢 它是整体啊 整体呢 原油是这一块 它会形成一个宽幅的一个箱体 宽幅的一个箱体 也就是说 一旦在周图当中 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以后 原油后市上升呢 到60甚至到65关口 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就是什么 在基本面当中啊 当前呢 它的一个像型主要是 美国对伊朗实施的一个原油制裁 那么在 在我个人看来 这种制裁呢 它是不会维持特别 不会维持的时间 不会特别长啊 不会特别长 因为美国呢 本身的一个经济压力 下行的压力也非常的大 它的国力呢 大不如前啊 大不如大不如前 如果想呢 一味的单方面的啊 强行的去 对伊朗实行这个经济制裁 它的压力 本身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大的啊 那么这是从原油的基本面来说啊 以上呢 就是个人对于原油和国际黄金的一些看法 那么今天的解析就到这里结束 感谢主持人 感谢各位收听的观众 好的 分场感谢 我们下期联系再会 那么另外提醒各位投资者 那本周呢 我们也将迎来美联储 日本央行 英国央行利率决议 此外 澳洲联储呢 也将公布六月的货币政策会计要了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也将在本周开启 而贸易的局势 以及英国托和保守党领导人 投票选举 依然是需要投资者继续重点关注的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和赵连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 美元指数和非美货币 接下来的一个走势行情 那上周五呢 我们看到美元指数攀升到了近一周的高位 在美联储下周召开 政策会议前出炉的五月零售销售数据呢 也是令人鼓舞 缓解了对于美国经济大幅放缓的一个担忧 但在六月开局疲弱之后呢 美元在上周反弹 也是因为投资者考虑呢 美国降薪预期相对于经济数据是否过了头 那本周开盘呢 美元盘出我们看到也是徘徊在两周的高位附近 对于美元接下来的走势 我们该怎么样去看待着呢 老师 现在呢咱们大家回过头来看 美元上周五的这个走势呢 可以发现 那么美元指数从基本面数据上来讲 其实是一个九旱冯干路的情况 之前很长一段时间 接近两周的这个时间里面 美国的经济数据呢 一直表现不是特别好 包括呢上周三 这个美联储发言人在讲话的时候也提到 美联储呢 已经可能在接下来的利率决议中间呢 取消耐心观察经济数据这一项 那么说明了美联储已经觉得 现在呢 是有必要对美元的这样一个利率 进行一个调整 来改变美国经济发展的这个现况 那么相对来说 一系列利空数据公布之后 销售零售数据的好转 直接呢 是导致了一个部分短线抗空美元的这个投机方呢 出现了一个获利了结 并且呢 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向上的反弹 在技术面层次来看 我们大家可以发现 美元指数呢 已经伴随着上周五 这个走势呢 回升到97.50关口下方 中间的最重要的一点 美元指数呢 在连续下跌之后 出现这样一个大幅度的反弹呢 很可能给大家呢 提供一个误导的方向 就是说呢 美元指数呢 很有可能 接下来在本周继续上涨 但是实质上 上周周线的收盘价格 才是交易者朋友呢 从销利的角度来讲 更应该去关注的 它没有突破97.50 那么在旁为这个时间段 它不论回升多少 OK 那么它大几率的是 受到一个空投获利了结 这样一个刺激相对应 出现的一个反弹 结合基本面情况来看 本周呢 将会公布这个美联储利率决议 市场上呢 其实对于在当下 本周的利率决议上 立即进行降息的 这样一个概率预期 其实并不是特别高的 市场呢 从这个期货基金利率来讲 是压住美国在9月份 进行降息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那么相对于 基本面和技术面结合以后呢 Johnny个人觉得 在美联储利率决议公布之前呢 美元空投呢 还是有可能进一步入场 在上周反弹的基础上 压低一次美元指数的这个价格 但是呢 并不会出现一个 实质上的大方向波动 美元指数在利率决议之前呢 可能处于一个震荡下行的走势 那么利率决议之后 公布的这个情况呢 就需要进一步的耐心观察 好 那整体上来看呢 每只包括一些非美货币的走势啊 我们还是要从周线图上 去寻找一些突破口的一个出现了 那么本周呢 也是各个央行将发表利率决议 重磅事件可以说是相当远挤了 所以我们投资者呢 也需要耐心的去等待一个 合适的一个交易机会的出现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惠事情报局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